天气变冷了,着西乡轮天部落文件站长辈们特别开办了勾毛线围巾课程 希望老大人们学会勾制毛线制品保暖过冬 每个人都很认真在学习勾线 要把亲手勾织的围巾送给孩子或者是孙子 也让前来视察的圆明会人员觉得很感动 部落长者手持勾针来回不停勾织 希望能够赶在寒冬脚步来临时完成 好过一个暖暖的冬天 慈母手中线菱形蜜蜜蜂 每一位长者或许手拙,但是却蜜蜂勾织 有错误就请教造福员或者长者们彼此教学乡长 不耻下问,好学精神,不输在学的学生 每个人认真学习勾线 要把亲手勾制的围巾送给子女儿孙 也令前来视察的圆明会人员感动 原明会推动建制部落文件站让部落长者能在地健康老化 截至今年为止,全台就有超过40多个的文件站成效卓助 而花联县境内也有40多个 原明会今天也专程访试卓西乡南区部落文件站 了解执行概况并听取部落建议 鼓励部落长者到站参加 同时也将汇整各部落文件站的建议 作为明年度计划政策修正规划的参考 优化部落文件站的服务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